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整面墙的鲜花前 李晨单膝跪地送上戒指 平日里霸气十足的范爷 这一刻也感动到泪流满面 随后何炅 李玉等圈内好友也都纷纷转发微博送上祝福 前两天和陈冰一起撸穿的何老师还爆料 节目上李晨拔河结束后 范冰冰偷偎为男友揉手 狠狠补了一把狗粮 其实从2015年5月29日 陈冰在微博公开恋情 别人就一路恩爱到停不下来 一起上跑南 一起上康熙 春歌大谈上一次亲密 也是坑哭了你兵 那你们最近一次做是什么时候 没有排练到这题吗 想这么久难道是八年前吗 那时候还没在一起 我从澳洲回来以后呢 你真的很认真美 他真的在想呢 你真的很认真美 之后两人同台出席活动 从来不撒手 跨年晚会上深情对唱乐狗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 往往往往往自己 还不要谁和我堆积 爱若让人画上记忆 只因此兄自己有你 一起做公益 远赴西藏也甜蜜 平日里吃饭遛狗是骂的 更是司空见惯 一周年时晒夫妻树感恩 两周年时发话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里 继续快乐情形 情人节七夕更是鲜花礼物 甜言蜜语 一个都不能少 为了李晨的导演处女作 范冰冰更是零片酬出演女主角 我希望你们都能安全回来 过来了 发布会上看向男友的眼神 让小八个心都跟着融化了 如今范爷终于实现了 大黑牛是最后一个男友的诺言 网友们也可以开始催生小黑牛了